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有些年轻人 事实上他们本身并不是很虔诚的天主教徒或者是基督教徒 但是他们喜欢在教堂里举行结婚仪式 理由是他们喜欢那种气愤 日本的年轻人更是大多数都在教堂里面结婚 而很少在佛教的寺院里面完婚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在佛寺中不可以举行结婚典礼呢 或者是佛教的婚礼不吸引人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在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出家的比丘比丘尼的戒律里头 有这样的规定 出家人不得参与男女的婚姻的事情 男女的婚姻是正常 是允许的 可是出家人不可以做媒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家人结婚之后 如果他们的婚姻很美满 他们会感谢了 没人吗 很少 不会感谢介绍人 但是如果他们婚姻不美满的时候 他们就在骂了 我的介绍人把介绍这么一个坏家伙 让我记了婚 你看我一辈子倒了没了 那就谁介绍的 如果是出家人介绍的就骂 哪个女姑 哪一个侯尚给我介绍的 介绍这么一个坏人给我 他就可能一辈子都在骂人 因此尽量的出家人要避免当婚姻的媒介人 还有在佛教在印度的寺院 它并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寺院 没有 只有僧僚 没有大殿 只有水利塔 供塔 供水利的地方一个塔 没有什么一个大殿 没有 也没有讲堂 没有 做集训仪式的时候都是在户外 室外 要不然的话少数几个人 做一个小房间 僧僚 所以要举行这样的仪式也不适合 因此在佛教里头一向没有举行婚礼这样的仪式 而天主教 基督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们也看到 这个是在十七世纪开始 天主教的婚礼不是很早 而从十七世纪开始到现在我们是二十世纪 要快到二十一世纪 他们已经有三不多年 四不年的时间了 原来也没有 原来修道院里头不做这些事 教堂里头也不做这些事 但是也可以说是公益革命以后 他们渐渐渐渐渐渐的在关怀人间的社会 所以举行了宗教的仪式 因此在我们现在的 不管是国内 国外 他们很喜欢参与教堂的结婚仪式 因为非常的简单 隆重 庄严 这个气氛呢 让你感觉到 当结婚的时候啊 有一份尊严 而我们中国人呢 古礼本身本来也很好 可是后来就变成了繁文如迹 变成了只是一种排长的铺张 毫无阴拟 新人呢 只是受折腾 受折磨 结婚的过程之中啊 父母累 家属累 新人也累 在结婚以前累 结婚那一天累 结婚以后啊 还在累 所以是结婚呢 这样子的一种风俗习惯呢 不好 因此年轻的人都喜欢到教堂结婚 好简单啊 这个婚纱IP 这样摩世神父给你拿一个圣经给你证明 而亲戚朋友在那边听到 而听到一些鼓励 勉励 新人 勉励家人的话 听得很受用啊 念几段圣经 听起来很舒服啊 所以是呢 很愿意参与 那我们佛教现在呢 也在开始 过去的修道院 那个男性的修道院里边呢 连母鸡都不准进去 连母鸡都不准养 这个如果是女性的修道院里头 不准养公牛 养公鸯 养公鸡 这个就是亲一色 就是一个性的 不能有异性 当然也不准有什么结婚的这种异色的举行的 可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 现在任何一个修道院里边 无可能说是异性不禁区的 那我们现在的寺院里边呢 天天跟在家人在一起 我们寄营在家人 在家人呢 已经是跟我们出家的生团呢 已经没有办法分开的 我们的工作的对象 我们的红发的对象就是在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呢 也举行了非常隆重 庄严 简单 人性化的一种啊 这个佛化的婚礼 所以我们今后不但要做 而且呢 要更要不断地改良 改良的让我们感觉到 参加了一次佛化婚礼以后呢 他自己觉得成长了 自己的责任增加了 自己的人格成长了 自己对社会的关系啊 增加了 而自己呢 在观念上也比较更健康了 没有结婚以前不清楚 结婚以后清楚了 这是我们在婚前就有婚前的课 训练 婚后我们呢 有交代 婚后一定要怎么怎么 否则的话 你就违背今天的私用 那就是对不起啊 今天你在这里结婚的时候 参加了仪式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提倡 以后呢 我想以后的佛教徒 都应该到寺院里来结婚了 不是跟出家人结婚啊 对不起 不拍摄 的 我心事 不假要 Plan 会 悬 小 第二 时 特